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打算做煎黄花鱼 香煎黄花鱼 在街市買一條黄花鱼 不要攪拌 放在冰箱裡 到煮之前吃才攪拌 首先要用黄花鱼 沒有特別的煎黄花鱼 特別的地方就是我會用我自己自製的蒸魚豉油 那些雞鱼不會和你煮得很乾淨 所以你自己也要用刮刮鱼 把鱼餅潛 清洗的時候肚子很重要 清洗得很乾淨 否則會腥 魚鱗有些鱗 有些鱗鱗 喜歡吃的會覺得蠻香 我都可以 拿出來煎 不喜歡吃的會腥 怕不怕 這裡有整棟的 肚子裡面 有整棟的 把槍拿出來 肚子裡面有整棟 如果有人喜歡吃的,但我覺得很腥 我會逐一塊拿走 这些黑色的呢,尽量都剷掉了 这一块呢,铺里面的一块呢 这一条呢,是很腥的 尽量都拿走它了 这条铺洗完之后呢 最重要的呢 就要抹干了 OK 就铺一点 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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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水之后呢,一会儿才搅拌它 那条鱼蒸之前呢 就做少少功夫啦 就在肚子里 加一刀 那两边都是 那就容易点 令到条鱼容易熟 那接着呢,也要少少啦 不用太多的 少少盐 那因为这条鱼稍后我都会 用我的蒸鱼豉油的 所以呢,都有味的了 那另外呢,我也要准备定一些 一些的葱和芫荽 那放这些 Spain 鱼呢 我就会这样 就是这样 撕,有很多柚子 就走了 那边的葱 那边的葱 可以带着 挂开 那边的葱 那边的葱 就是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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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油開始起油紋,很多油紋就差不多了 現在還未是好得的 就可以放魚下去了 最重要的是不要攪拌 拿魚之後 一定要慢慢慢慢等 這條魚已經煎了差不多一整十多分鐘 怎樣也都是慢火 吃什麼時候知道魚可以翻 很簡單,它會告訴你 可以動,看到不黏底,即是翻 不受過往煎魚,一定要很有耐性 但是,有一些都不難煎 不要攪拌它,不要翻它,不要動它 讓它慢慢煎 再煎十多分鐘 這樣魚就可以了 煎了十多分鐘 看看魚什麼反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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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魚應該熟 這樣就可以吃火 我想說 這條魚就已經煎好了 那基本上就一會兒 再放些 趁現在這條魚還是熱 就放些少少蔥 鹽西 先放些少蔥 剩下了 先放些少蔥 鹽西 鹽西 应该会好好吃